大家好,我是小马哥,今天带大家看一部印度复仇电影《一个母亲的复仇》 故事是张萨尔的,女主翠花是一名高中生物老师 因为她经常以一种幽默的方式授课,深受同学们的爱戴 这天在课上,学生小刘给班花小丽发了一段成人视频 而这个小丽正是翠花的妓女 一气之下,翠花将小刘的手机扔到了楼下 虽然翠花平时对小丽十分关心,呵护有加 但处在叛递期的小丽对她可不太友好 不仅没有叫过妈妈,还很反感她的唠叨 虽然都是对她好的,但那也不行,你是后妈,说我就不行 情人节这天晚上,小丽要去参加一个单身派对 翠花就关心的问了几句,小丽就炸毛了 连饭都不吃,转身就走了,你死不死谁儿子呀,这一天天的 然后她把自己打扮成了妖艳见货,在舞会玩的那就一个嗨呀 期间小刘又来骚扰她,被她一顿损 小刘的哥哥大刘看弟弟吃瘪了,就想给小丽喝点加了料的酒 但没有得逞,这让大刘也有点气愤了 打扮得这么耀眼,完了还给她装清高,办她 于是乎在小丽准备叫车回家时 大刘小刘伙同另外两个臭不要脸的流氓突然冲出来 将小丽绑到了车上 四个人对小丽进行了残忍的侵犯和虐待 最后将她丢进了路边的臭水沟里 另一边见女儿迟迟不归,电话又没人接的翠花选择了报警 但毕竟只是失联了几个小时 警察只是简单的安慰了一下 并答应她帮她寻找 等翠花出了警局,遇到一个毛髓自荐的私家侦探小黑 她强行推销自己 但翠花哪有心情勒她呀,还得找闺女呢 第二天,小丽被一个起早遛狗的人发现 并送到了医院 翠花见到女儿被折磨得面目全非 伤心欲绝,气不成声 而本就不待见她的小丽 此时更不愿以这副面孔面对她 直到爸爸赶回来 她才将四个流氓的罪行说出来 翠花和丈夫很快报了警 警察也很给力 很快便将四个流氓抓捕归案 但案发到现在已经超过72小时 小丽身上已经查不出罪犯留下的痕迹 并且当晚她也喝了酒 再加上作案的车辆已经被彻底清洗过 警方根本找不到任何证据 就这样,在辩护律师的帮助下 四个罪犯被判无罪,当庭释放 这个结果让所有人都无法接受 小丽更是精神崩溃 翠花根本无法靠近她 更糟糕的是 小刘很快回到了学校 并得意洋洋的在她眼前经过 这下翠花再也压制不住心中怒火 差点开车撞死小刘 之后翠花冷静下来 准备自己动手实施复仇计划 不要跟我说正义只会迟到 但从不缺席 我没工夫等 神不能眷顾到每一个人 所以她创造了母亲 那么就让这些臭流氓感受一下母亲的怒火吧 翠花找到那天见到的私家侦探小黑 让她帮忙跟踪调查几个臭流氓的行踪 第一个目标 翠花锁定了当天参与案件的舞会保安 对付这种好色之人 没有什么比色诱更有效了 于是翠花找来了曾经教过的两名学生 给保安下套 麻醉了她 作为生物老师的翠花 给她做了一个简单的外科切割手术 等保安迷迷糊糊醒来 回到家中后 看到术后效果 当时吓得一头撞在水管上挂了 第二个目标 翠花锁定了大刘 经过小黑的调查 翠花得知 大刘的父母死后 给她留下了丰厚的遗产 这也是他们能脱罪的又一个主要原因 而大刘小刘是表兄弟 两人关系非常的好 各自家中都有对方家的备用钥匙 同时大刘还是一个健身狂魔 蛋白粉是每天必吃的 得知这一切信息后 翠花偷偷在大刘的蛋白粉中 加入了大量用苹果籽提炼的毒素 等大刘使用后 很快毒发 趁着小刘去医院看她的时候 翠花又潜入小刘家中 伪造了一系列小刘制毒毒杀大刘的假象 就这样警察很快依靠这些明显的证据 将小刘抓捕 并以谋杀的罪名将她送进了监狱 但这次行动 翠花摆密一束 将自己的眼睛 遗落在了小刘家 负责案件的警长见过翠花 于是对她产生了怀疑 而翠花这边 为了让被自己毒成非常6加7的大刘 早日下地狱 故意跑到医院 狠狠地刺激了她一番 而此时 警长找上门来 拿出眼睛试探翠花 还好翠花早有准备 拿出另一副眼睛戴上 光凭一副眼镜 警长拿翠花也没招 但更主要的是 警长默许了翠花的所作所为 因为当时他看到几个流氓 被无罪释放时 也非常的愤怒 又好心提醒翠花 要小心最后一个目标 光头三 他出生在一个犯罪世家 十分的凶残 正如警长所说 光头三凭借大刘临死前 崩出来的几个字 猜到这一切都是翠花所为 而警惕的他 小黑的跟踪 他先将小黑杀死 然后准备找翠花一家报仇 通过小黑的电话 光头三得知 翠花一家正在外度假 于是他找到 翠花一家度假的山庄 先是打伤了翠花的丈夫 之后找到小丽和翠花 翠花为了掩护小丽 与光头三缠斗在一起 但正面交锋 翠花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 光头三以为杀死了翠花 便出门去追小丽了 但万万没想到 翠花缓过来了 妇女心切的翠花 也紧随其后跟了出去 但又被光头三偷袭了 就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 警长突然出现 打伤了光头三 原来警长通过小黑眼睛上的 微型摄像机 知道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并锁定了光头三的行踪 所以才及时出现救了翠花 警长本想将光头三逮捕 但翠花却拿着光头三的枪 声嘶力竭的喊着 他凭什么碰我的女儿 凭什么 像这种人让他继续活着 就是还会发生的 而你们什么也做不了 警长听完犹豫片刻 将自己的配枪给了翠花 告诉她 即使要杀她 也要用对枪 但翠花毕竟没有直接杀过人 出现了一丝犹豫 而此时躲在树后的小莉 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终于知道 原来继母一直在为自己报仇 明白了继母的用心良苦 她热泪盈眶的对着翠花 喊出了一直不愿喊的两个字 妈妈 听到这两个字后 翠花的表情突然变得无比坚定 她毫不犹豫的扣动了板机 结束了光头三的性命 电影到这也就结束了 好了今天就到这吧 谢谢观看 拜拜 我爱你